她是一个很有天分的年轻女画家 我呢 我我 我自己画了几幅画 然后当作是沈悠悠的画去卖 这些事情悠悠完全都不知道 悠悠 你们回来了 回来了 怎么了 不是 那什么 我不是要走吗 阿姨舍不得我 心疼我 是不是阿姨 是啊 是啊 你看大连跟我们都住 那么多年了 我 我心里难过她要走 没事 对对对 你别愣着 快快快快 来啊 来 来 谢谢你 谢谢 悠悠跟我说了 你好多你帮助我的事情 我现在只想赶紧继续过去的事情 咱们应该是哥们 他这脑子没坏了 哥 你快点你也说点啥呀 那个啊 你哥不会惹这么深情啊 我就一句话 你必须立刻马上赶紧好起来 否则我可不放心把悠悠交给你 放心 个犊子 来 快坐 来来来来 快坐快坐快坐 来来来 大连你也坐啊 不不 我就不坐 我上厨房忙了 你少吃点油不行吗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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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睡吧 别闹了 我去给你拿条毛巾来 你一定要行 一定要行 你 你真是我见过这个世界上 最痴情的人 佩服 余淳啊 我也想不得你 我说回我刚刚那句话 你咋这么划心哪 你就不能老实答案了吗 刚刚才他呢 你可能还在生气 不想请我电话 我只想告诉你 我明天九点的飞机 其实挺爱见你一面的 不过现在看 只能等我回来再说 我挺想你的 真的 怂恶 北齐律师啊 雨淳 欧阳江海主动联系我了 是吗 他怎么说 我也没想到他今天是通过监狱方面联系到我的 他说要跟我们见面 我已经约了 明天上午见他 好 明天上午 那我们直接在那碰头 好 好 好 喂 下午见 不客气 好 好 拜拜 好 take theس 哥 哥 你起来那么早干吗呀 你怎么不叫醒我呀 别哭了 我哭了干吗 我怎么叫醒你 你睡得跟死猪似的 打一宿呼噜我都没睡好 再说我告诉你 天凉了 你不能在沙发上那么睡觉 你又不盖被子 万一冻坏了怎么办 我这不是在给你制围巾吗 爱心牌的 对了 好吧 这围巾你知道 嗯 我怎么觉得你制不出来 这么好的围巾啊 这都是女人干的事 这事你知道吗 你取笑我呀 那你还给我 没有没有没有 不要太危险了 别哭了 小乐 我得跟你说句话 你得往心里去 哥去北京这段时间 你就一个人 你要学会照顾自己 我给你那卡 那卡里那钱 你别几天就花完了 行不行 我说有事你给我打电话 放心 有什么事哥 就飞了 我知道了 别哭了 我说你哭了 我刚才女人老哭的话 我变丑了 我不是那么轻重 你跟我就是一闹钟 你到底对宇春姐 什么感觉呀 什么什么感觉啊 我 我跟她就是普通朋友嘛 那你晚上还让人这名字 什么 你昨天晚上喝多了 然后躺在床上 一口一个悠悠 一口一个宇春姐 不是你一天天蒙圈圈的主 你能不能不把这个 瞎话编得跟真事似的 你不能不相信我呀 你都喝成那样了 你还给她发微信呢 发什么 微信 快给我 给我听听 你那儿走 你可能还能生气 不想请我点火 我事要告诉你 我明年九点 太丢人了 这都说的什么玩意儿啊 完了啊 你哥的人生关 爱情关 世界关 三关全毁了 你听听 是吗 是吗 你还笑 我不想活了我 快点车 刘大良 走不走 上车 拜拜 我就不送你了 我走了 这话说是你来送我 还让我自己开一度车 你说你这真够意思啊 这某些人挺靠谱啊 你没有什么话要对我说的 你有话要对我说呀 那这时间还早 误不了飞机 你说吧 昨天晚上 昨 昨天晚上 昨天晚上 昨天晚上怎么了 昨天晚上怎么了 昨天晚上 想起来了昨天晚上吧 就是我喝大了 喝大了就就 好像就各种胡说八道的 特别不好 是吗 嗯 是 是 胡说八道是吧 是 是啊 就是 有一些胡说八道 有一些呢 好像就是真的 哪些是真的 真的 就真的 真的胡说八道 都喝多都忘了 这 这边 走开 不是 你干 干嘛去啊你 你要干嘛呀 我 我没想干嘛呀 你什么意思啊 我没什么意思啊 昨天晚上你说了什么 别别别别 再听一遍 别别 等那个 喝多了 你再说一遍 周太阳你说了什么了 最后两句是什么 不是 我这真喝多了 我喝多了记不住了 我得抢你的 真的 真的 就算真的不爱我 别管我付出什么 你只管笑一笑带过 想我啊 就是 喝多了 酒 酒后吐真言呗 舍给我 啊 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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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嗯 正凡 对这儿 还有印象吗 好好想想 人都忘了 看看这儿 这儿有印象吗 能想起来吗 我是律师 你是律师 我是律师 这是我的办公室 你过去常来的 好好想想 别急 别急 来 到这儿来 你坐这儿 看看 这是什么 这些地方过去你都能来过 看看 有印象吗 好好想想 这个人知道吗 唐叔叔 我父亲的好朋友 这个人叫唐富山 过去跟你爸爸是合作伙伴 你爸爸的死 跟这个人有着直接的关系 就是他 害得你们家破人亡 记住 我和你爸爸是生死之交 当年发生了一些事情 我们就失散了 我们是最近才传法 但是你放心 以后 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 老白 老白 你应该尽快地恢复记忆 你不应该再逃避了 不应该再逃避了 很多事情在等着你去做 快醒醒 醒醒醒醒 知道吗 而且 冲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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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宋凡 季律师 这到底怎么回事 我想让她恢复之前的记忆 带她去了律师事务所 然后呢 然后就变成这样了 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 非常惊恐 跑出来的时候 怕她被车撞了 你明知道她还是个病人 你为什么要这么折腾她 我没有想到她会受那么大刺激 都怪我 白了应该让她好好休息的 全搞砸了 是 宋凡她对律师事务所的事情有反应 说不定是恢复记忆的前兆 这件事情 我一定做到底 什么意思 在林宋凡这件事上 我犯的错误太多了 而且这件错误 给你们带来太多的麻烦 我决心已定 即使欧阳江海的案子真相大白 我无言见人 但是我一定要还她父亲一个清白 一定要还她父亲一个清白 欧阳江海 欧阳江海 你帮我们找来什么话都不说 你什么意思啊 想通的 只要我站出去 做证人 就可以了是吗 我知道 你们私下应该有份协议 如果有那个东西 那就更好了 这么多年过去了 那份协议早就没了 没事 有你就够了 疼不深啊 疼不深 兄弟一长 你居然做出这种事情 你不忍贼以前 就别怪我不义了 我会给你们一个电话 你们打电话找一个叫孙德胜的人 你们就跟他说 欧阳说了 你们是海边来的 要拿回水里的东西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他会找我来确认的 什么东西 是林京 唐富山 还有我 当年了起那单生意该怎么办的录音带 里面的信息量 足够让唐富山来这儿理陪我了 你居然还留了 这么一说 嗯 再见无声会 谁都要给自己留个后路 我这个人啊 就是太中意气了 所以才落个这个地步 欧阳江海 你确定你这么做 我 不后悔 永不反悔 张海 山阿姨 到底怎么回事啊 怎么突然就这样了 我也不太清楚 这孩子 没想到今天还有意外收获 拿到欧阳江海这个录音 就能给唐富山定罪了吧 理论上来说 应该没有问题了 理论上 对了 还有一个问题 根据我国的法律刑事犯罪 最长的追溯期 不能超过二十年 可是现在临京那件事 已经超过十九年了 时间不等人 否则的话 就算唐富山身败名列 我们也不能将他绳之以法 懂吗 这个问题我之前跟宋凡讨论了 所以他今年才会这么着急 做各种事情的 可是宋凡现在 还没有醒过来 那我一个人 也会帮他把这些事情做完的 我又何尝不是这样想的呢 我的愿望也是 希望宋凡能够看到这一切 所以啊 我们现在最大的敌人 是时间 由我们富山集团牵头 跟市里的几大集团 联合赞助 举办一个画展 我们已经跟油画协会呢 沟通过了 我们要办成一个全国性的 画台盛世 而且啊 要每年这样办下去 我希望悠悠可以参加 我想让他重新地开心起来 这倒是一个好办法 这倒是一个好办法 有件事让悠悠做 也许心情融色好转 啊 富山 有件事我一直想问你 悠悠不是你的亲生女儿 你所做的一切值吗 的确 我很喜欢悠悠 我也曾经认定 她是我的亲生女儿 但是 最重要的 你知道吗 还是因为你 雪妹 我们当年在一起的日子 是我这一生里面 最快乐的时光 虽然最终我们没有走在一起 但我一直都在后悔我当初的决定 当我在此又得知你消息的时候 我的内心是多么地激动 我是多么地希望 能够在你的面前说一声 对不起 你没事吧 你都在这儿坐两三个小时了 我只是想静一静 坐在这儿 看着他 我就安心很多了 你要是心里难受 你一定得说出来 不然憋着憋着 又跟前一段时间一样了 我特别怕 不行 我还是不放心你 你一定要坚强呀 你看我平时没心没肺的吧 还准备说没有女人味 但起码这样不会受到 特别多的伤害 好了 好了 我 我不说了 你别哭啊 坚强 他昏迷了 大梁哥也走了 爸爸回来了 可竟然会这样对我 你说 我该怎样 坚强 都怪我不好 本来想陪你说这种话 让你开心的 就别办错了 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 那你还哭 我知道了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越是听到安慰的话 反而就越想哭 是鹦鹉说到来着 对吧 你还贫 只要你开心 我贫点没事 那你陪我出去走走吧 太好了 傅山 别送了 我自己回去就行了 我想送送你吧 反正我也顺路 也能够跟你多待一会儿 对了 李千山他有说什么吗 怎么说 我听说他在电视上 坦诚了冒充悠悠 卖画的事 是啊 这件事啊 真让我烦心 你知道吗 傅山 我本身让他回来 想让他们父女相认 这样也帮助悠悠 走出心里的低潮 想不到他闹了这么一出 悠悠只是比别人善良一点 她又不是小孩子 她可以变对 但愿吧 就别 如果你觉得有必要的话 没必要 没必要 你看你 你就是这样子 还是那么急 我还没说出是什么事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傅山啊 你威威了我们母女 做了那么多的事 我真的不希望这件事 你再残忽了 李千山 确实做了那件事 让我特别难过 我也不想原谅她 但是那天我在电视上 看见她说的那段话 我觉得 她应该是真心的 那她打算怎么样 我不知道 我也不想问 今天天气可真好 今天天气可真好 就该出来走走 是吧 悠悠 舒服 这段时间 我的心态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变化 你有秘密吗 秘密 肯定有一点啊 毕竟每个人都需要有自己的空间嘛 很多人都有秘密 你有吗 我只是觉得 很多人都跟我心中的他们是不同的 悠悠呀 其实呢 这个社会就是这个样子 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和其他人坦诚相对的 这是大家保护自己的手段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对 就像刺猬一样 远了呢 会孤单 可是近了呢 也会彼此伤害对方 所以呢 你要试着去接受 我努力了 可是我接受不了 那就再努力去接受吧 医生说了 医生说了 这次算你命大 休息两天就好了 休息两天就好了 林宋凡 你怎么就这么倒霉呢 那天大梁走 我去机场送了他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心里挺难受的 我想我应该有点喜欢他吧 可是你说我喜欢他什么呢 傻冷等等的 情伤还那么低 我自己也不知道 你快点醒过来吧 你醒了还能跟我商量商量 你说你 你醒了 你醒了 我去叫医生啊 怎么了 醒过来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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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光跟你诉苦 还没跟你说好消息呢 欧阳江海 他答应帮我们了 雨传 你醒过来 辛苦了 不辛苦 富山啊 货廊快到了 别送了 你回去吧 好 对了 画展的事情你答应了啊 我答应了 放心吧 李 李千山那件事 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 你可要跟我说 知道了 富山啊 你呀 真是太操心了 回去吧啊 好 你到底想说什么 其实也没什么话要说 好 我只想 抱抱你 好 好 好 雪梅 是 秦山 你怎么来了 什么事啊 我是来向你们辞行的 你要走 你们聊 怎么决定走了 啊 这段日子发生了这么多事情 老实说 我没练再见你们 我看了你 上电视做的访谈节目 哦 我相信你说的话是真的 谢谢 谢谢 雪梅 我知道我辜负了你的期待 哎 我也不知道怎么了 鬼迷心窍吧 我真是鬼迷心窍 我这不是给自己找借口 哎 但我知道 你和悠悠的消息以后 我心里面的自私 战胜了我的良心 满脑子里面想的都是 怎么去赚钱哪 扬民哪 怎么重出江湖啊 可是 哎 我真没想到 我对不起悠悠 我写了封信给她 麻烦你把这封信交给她 我相信她看完以后 自然就会释怀了 我封信 秦山 你显得真周到 谢谢 唐总 富山兄 之前我们有很多的不愉快 我知道 都是我的错 你别介意 对不起 那我走了 再见 优优 我亲爱的女儿 爸爸知道错了 先跟你说声对不起 我要离开了 但不是因为那天你说不要我 其实这次我回来 见到你觉得特别幸福 也特别开心 有你这样一个善良 有才华的女儿 我从你的话里 可以看出你对这个世界 充满希望 充满了爱 也看得出你的勇敢和坚强 所以 我相信你一定会有一个 非常美好的人生 经过这一次所有的事情 你让我明白了很多道理 也让我重新思考了自己的人生 所以有些事情我要去追求 要去完成 你也要相信我 支持我 只要你给我祝福 我就会很幸福 爱你的爸爸李千山 爱你的爸爸李千山 唐总好 你是陆宜传 是 起宣布的 嘉宜的朋友吗 也不算是嘉宜的朋友 我是他朋友的朋友 没事 你忙去吧 好 公司最近这半年 人身上有什么变动吗 现在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各部门的负责人都在 就是下面的员工嘛 常惯常心的 起宣布有一个叫陆宜传的人 你认识吗 陆宜传 是个做起宣的小姑娘吧 和起宣部门开会的时候 我见过她 人还可以 够聪明 挺机灵的 我想了解了解她 您的意思是 我到医院去看林宋凡的时候 好像见过她 我总感觉这件事 有点不太近 她可能跟林宋凡有直接关系 她来这里上班 究竟是不是有一定的目的 我们都要清楚地知道 这件事 我们要抓紧办 务必查个水落石处 明白 你要知道 现在是林宋凡时 不是她身边的人时 我们大意不得啊 您放心 我会尽快地回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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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